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只是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的孟晚舟華為董事長的女兒 亦是華為的高層已經獲釋 然後現在已經坐在飛機上 今晚9時就會回到我們中國深圳 這件事是怎樣呢 待會就跟大家講一講 不過我只會在這段影片中講了現在最新的情況和結果 如果大家想知道今次的法律和政治角力 我會在今天晚一點 大約是4時左右 跟黎sir做一個直播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收看兩段影片 因為那是現場直播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想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讀過少少法律 或者有少少法律的知識 其實美國的長臂法律 或者叫做長手法律 是十分之黑人憎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孟晚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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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終於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為甚麼?因為 在星期五的時間 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太子女孟晚舟 在 不是星期四,星期五 應該叫做加拿大星期五的時間,即是我們大約昨天的時間 以一個視像形式去出席美國紐約市 布魯克林區法院的聆訊 加拿大的媒體報導就說,孟晚舟在庭上否認控罪 而一個檢控方確認美國政府已經和孟晚舟達成了一個 延緩起訴的協議 這是甚麼意思? 假如孟晚舟在限期之內履行協議的內容 在限期結束之後 檢控那方面就將會撤銷一些起訴 即是類似庭外和解 加拿大法院同日宣布中止引渡聆訊 而外國的媒體引述知情人士說 其實孟晚舟已經上了飛機 回到我們中國 其實已經 上了飛機 會在 今天晚上就回到深圳 詳情稍後再說 但我們說說 審訊裏面的一些 哈錄事情 有多哈錄 大家都知道如果審訊的話 法官會先看看 文件 準備一下 他要審哪一個人 罪案 等等 但是 美國的法官 是非常之隨便 為何是非常之隨便 因為法官在開庭的時候 一度稱呼孟晚舟為 王女士 Miss Wang 令到場面非常之尷尬 因為錯了 究竟是法官叫錯 還是法官入錯法庭審訊案呢 我期後 他修正了個稱呼 就叫她做孟女士 這樣 然後法官就向孟晚舟解釋 他被指控是銀行欺詐 電匯 電子匯款欺詐 和村謀實施銀行 和電匯的欺詐罪 但是孟晚舟就立即 否認控罪 美國的檢察官 康斯勒確認 美國政府和孟晚舟 已經達成了一個叫做延緩起訴的協議 將會是延緩起訴 去到2022年的12月1日 如果孟晚舟履行到協議裡面的內容 在限期結束之後 檢控那方面就會撤銷這些的起訴 但是當局就沒有披露過任何的協議內容 不過最大可能就是 牽涉到 錢這方面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良知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 在香港的美國爪牙們 美國的奴隸們都知道了 他們的 良知 即是 糧 工資 支付工資 支付工資 支付薪水 支付糧資 糧資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曾經有一些傳言 早兩天出來就說 如果孟晚舟認罪的話 即是美國方面吹出來的 孟晚舟認罪的話 就可以 獲得一個 寬大的處理 怎樣寬大的處理 罰款了事 但是今天在庭上 孟晚舟是否認這個控罪 為甚麼會否認罪的話 罰款處理 那就好處 當然不會這樣做 為甚麼 當 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 當孟晚舟女士 他 認罪之後會變成怎樣 法官大人 我認罪 然後可能那個法官就會說 孟晚舟認罪 鑑於這次的案情是十分之嚴重 所以我們會以監禁形式去處理 那怎麼辦 然後你反應 你之前說 罰款就處理到了 不好意思 我經過考慮之後 我不知道你跟哪一個部門 達成協議 但是我經過考慮 法官是獨立的 法官司法制度是獨立的 我經過考慮 這件事的案件 是十分之嚴重 所以是要監禁 只要監禁多久 我們下一題再說 然後跟你說數 你想想情況有多壞 所以大家知道 美國這些 狐狸豺狼 混合版 怎麼可以雙水說的話 這次 就不是了 原來在場外 已經是有一個協議 很明顯 美國都說搞不定 加拿大也沒有作出任何投訴 甚至乎 我很有機會懷疑 是由加拿大 跟著 一起遊說美國 你不要再搞那麼多壞事 我死了 我死了 你看看我總統那裏 我總統都差點沒得做 你還搞那麼多事 這樣 然後呢 現在就達成了一些協議 應該是罰錢了事 不過付不付錢 就連續別論 是不是 檢控我方面 美國司法部 將會通知加拿大的司法部部長 美國將會正式撤銷對孟晚舟的 引渡請求 並且建議 以個人擔保方式釋放孟晚舟 法官 在之後 亦都向孟晚舟確認了 以及已經清晰了解 同意協議的內容之後 宣佈接納 加拿大的 叫做卑斯省最高法院 就已經在同日裏面 就在兩點鐘舉行聆訊 根據當地傳媒的報道就說 法院已經終止了孟晚舟的引讀聆訊 他就可以即時獲釋 而孟晚舟在離開法庭的時候 就立刻抱著律師 大哭 哭完一輪之後 在法庭外面 宣讀一份宣言 就說 感謝 加拿大人 亦都指 案件令到他的生活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強調 每一朵烏雲都有一線的希望 為何要感謝加拿大人 其實加拿大有很多人都不同意 是加拿大 幫美國去做這一宗案件 因為這樣會影響加拿大的利益 這個不同意甚至乎差一點 令到他們的總統 或者叫總理 總理道魯多 是沒有辦法連任的那個黨 是沒有辦法 就是叫做 造成執政黨都沒有頂 OK 差一點點 為何他哭呢 錯了三年 幾年 的冤獄 一千多日的冤枉監 當然哭了 比起我比起你 一早哭了 曼曼舟在昨天 當地的 星期五的時間 一獲釋之後 立即 說完話之後 去了機場 立即 登上飛機 離開加拿大 前往深圳 據民潔消息 所指 今晚9點 至11點 左右 曼曼舟 就會抵達深圳 正式回回我們的國家 重獲自由 曼曼曼舟 也在眾人的陪同底下 非常之多人的陪同底下 進入了禁區 成功登上我們中國 國航的飛機 他雖然戴了口罩 但是 記者拍到的照片 認為他的神情非常之輕鬆 充分表露到 終於可以回家那種的心情和喜悅 今晚應該會有多些新聞 到時 文潔在今晚 真的很深夜時間 了解多些新聞之後 再跟大家拍攝一下 一個視頻 講一講 一個最新的情況 今次這個事件可以顯示到 美國長臂法律的邪惡 美國對良知那種期望期盼 加拿大那種 對美國 卑躬屈塞 遺命是從 那種態度 到底是怎樣 現在已經在飛機上 我們也是非常之開心 但是同一時間 杜魯多 又是在 這個 放了我們 華為 中國華為 的 高層 孟晚晚舟 之後 加拿大總理 杜魯多 立即也宣佈 宣佈了什麼呢 就說 有兩名 在中國被扣押三年的 加拿大公盟 終於都獲釋了 將在加拿大的時間 星期六 今天 今天 星期六 加拿大的時間 早上 即我們今晚 也會回回他們的 國家 這兩個人是甚麼人呢 說真的 他就老鬱我們的孟晚舟 但這件事 他們那兩個人 並不是老鬱的 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 那兩個人就是 加拿大的前外交官 康明海 以及加拿大的公民 斯派佛 在加拿大 駐華大使 爆達文的陪同底下 在香港時間 今早早7點半 登機 離開中國 這件事 到底是不是一個 政治交換呢 但其實 康明海前外交官 在我們中國這裏 不斷地遊走 做一個間諜的工作 做一個 統籌間諜的工作 這件事其實我們 早前有很多外交的報導 其實已經是報導過 報道了出來 只不過是他們不承認 但是 其實 為什麼我們 都需要 要放走這兩個人呢 我相信 在政治裏面 文傑都說過 政治是需要妥協 而並非需要 非常之硬碰硬地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 有機會 在三方 的妥協底下 美國方面 美國要錢 中國要人 加拿大 就是要他們 高層的人員 如果不是要他們的家人 真是告加拿大的話 他們賠的款項 是賠很多 是賠死 加拿大政府 所以 其實都是良知 所以 加拿大和中國 交換 美國 算了 你自己 你這樣的乞丐 死乞丐 就行了 給你下台 給你下台 給你花錢 你 不如大家 這樣 happy ending 就算了 雖然最不happy 的是中國 因為中國 跌了錢 我們中國跌了錢 我們中國又跌了一個 捕捉到的間諜 不過 這兩個間諜 一個間諜 一個間諜的統籌人 在三年裏面 我相信 有很多東西 都已經和盤 托出了 因為 外國 其實並不像我們中國人 有很多東西 相信我們都查出了 所以 利用價值就沒什麼了 不過就是少了一些可以告人的東西 但是不要緊的 很多東西後補 後期再查出來都沒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的安全 才是我們國家最大的考慮 所以在這次的事件裏面 可以顯示出什麼呢 就是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中國 不惜一切 都要救回我們中國的同胞 第二件事就是 加拿大 是一隻豬仔 加拿大是一隻 遺命是蟲的螞蟻 加拿大根本是 有沒有自己的法律呢 還是他們只是一個 美國附屬的省份 或者美國附屬的國家 這次就可以體現得到 對美國遺命是蟲 第三件事在這件事可以體現得到的就是 美國根本就是蟲蟻 強盜再加蟲蟻 為什麼 他 強行找他那條小子 搶了一個人質出來 求的是什麼 求的是良知 求的是錢 我要錢 我要錢 我是蟲蟻 一個美國 正正告訴大家 他就是 他現在不是國際警察 他是國際的強盜 是國際的刻意 所以 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了 至於當中牽涉到的政治成份 和牽涉到的法律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 很想解釋得更加清楚 但文傑 很難說得很清楚 不過 所以文傑就請蟻sir在待大約四點 為大家解構一下 這次 這件事件涉及 三個國家的 一個叫做 外交風波 還是法律風波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結束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